在射击游戏里 我们都知道 在对战的时候 我们最好一枪一枪地点杀 因为枪都有后座力 要是我们进行扫射的话 根本没有准心很难命中敌人 那现实中也是这样吗 为了能够验证留言 布莱恩和乔恩找到了一位专业的枪械设计专家 能够在1.17秒内射击5枪 在他的教导下 很快两人就学会了一些枪械知识 并且知道要如何对枪械进行快速使用 最后他们也挑选了两把枪进行测试 一把是左轮手枪 一把是步枪 看看如果是在对敌人进行射击的时候 到底是扫射好 还是点杀好 在经过一番射击瞄准以及抛硬币以后 他们两个人决定 让乔恩使用步枪 而布莱恩则是使用左轮手枪 他们确定了枪械 以及学会了如何快速射击以后 接下来就是要进行环境的模拟了 首先他们要制作一群纸板假人进行模拟 让这些纸板敌人作为目标 进行射击 但是同时在纸板敌人的旁边 还要有一群纸板人质 在敌人和人质的胸口和头部都有一个圆 其中敌人的圆击中就得一分 而人质的圆击中了就分数清零 同时为了更加真实 他们还让敌人能够有一点活动能力 像是上蹿下跳都是能做到的 到底在这样一场射击中 是扫射获得的分数高 还是点杀获得的分数高呢 首先登场的是布莱恩 他拿着左轮手枪首先进行的是点杀 只见他一下一个枪法熟练 很快就将敌人击倒 但是因为需要瞄准 所以相对而言 速度并不是特别快 但是即使如此 也得到了7分的高分 而接下来布莱恩就要使用左轮手枪 进行快速扫射的测试了 这一次布莱恩的射击速度快了很多 但是枪法准确度却下降了不少 基本上都打空了 或者是没有打在敌人的致命部位上 甚至还击中了人质 最后的得分也惨不忍睹的零分 接下来上场的是乔恩了 他首先是拿着步枪进行瞄准射击 步枪比手枪大 所以乔恩射击的速度比布莱恩慢了很多 基本上第一枪射出去 第二枪敌人就低下头来了 所以最后获得的分数也只有6分 而当他使用步枪进行快速扫射的时候 情况却比布莱恩用手枪好了很多 因为手与步枪还有人体形成了一个三角形 完美地进行了瞄准 所以准确度要比手枪高很多 而且还能连射 比起瞄准射击 准确度并没有低多少同时 还速度更快消灭了敌人 所以如果是当你被一群人包围 是使用手枪的话 你就一枪一枪瞄准射击 如果是使用步枪 那就扫射吧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